我用另一個情況比較 因為我們見過很多人 我們見過有些人的丈夫對他真的差到 即是他覺得那天不罵一時就已經是很好的 即是有這樣的家庭 也有時甚至對方的基督徒也有 即是都會是這樣的 有些就… 幫助一些經理 有些就不是基督徒 即是有很多人的生命中都有很多困難 當然這個困難他自己也有一部分責任 因為人都會… 例如第一個責任就是本身結婚的時候的選擇 後來所有很多的決定 這些事情做了決定之後 每一個都有後果的影響 他就要想耶穌 他可以處理後果依然在這裡 但是神都會使用這些困難去幫助 因為有很多人 他那天沒有被人罵過 感謝神了 他可以 那他們有兩個心態 一個心態是感謝神 沒有被人罵 你也會這樣 另一個心態是 我真是命苦了 我真是慘了 一輩子都被人罵 一輩子都辛苦 即是可以是這樣的神 他就很負面 我可以告訴你 其實我有很多年 是受過很多負面的說話 我受過很多 我是這些一切的負面的說話 我一轉身 我選擇要感謝神 我就是神的計劃 就算被人傷害也好 神的計劃依然是我得力的 那我就一路感激神 神你一定可以讓我有喜樂 即是這一段 有聽到負面說話 轉身我又 感謝神 神你愛我的 是刻意不給那些負面的說話 影響 即是說經常都收到 但就不給他影響 而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寫輕生得勝 是我受了很多負面的說話影響 然後呢 我就去處理 越處理 就 越能夠得勝 而且呢 當我在一些好的日子 我就覺得 啊 現在真的多得 一年真的多得緊要 真是好 好得緊要 我真的要祝福很多人 我也都是整天 盡量保持在這種狀態 我希望大家都 都是這種心態 即是有些人的 是困難一點 很困難的一部分 這是我們的責任 例如你的父母生你 你的父母如何控制不了 不過你可以愛他可以改變 不過大家都是成人 已經可以不受父母的影響 現在受的是你的配偶 周圍的人 但當你決意我不讓他受影響 你就得性有餘 其實很多人都很困難 但他們依然可以感恩 何況是我呢 為何我經常都要說這些話呢 就是幫助我們完全得釋放 因為他經常祝福的心態 為何我經常都祝福人呢 為何我見親人就祝福呢 原因是這樣的 是因為第一 我看到我是不配 但是神也會這樣幫我 神又給我這麼多 我又覺得很好 我又覺得很多人都很慘 很需要耶穌 所以我一見到他 因為已經有個心很想祝福他 就是沒有條件 我都不需要再拿人 我只是想祝福這樣的心態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會學到這種心態 那麼你的生命就會提升 當你有一個祝福人的心態 你的生命一步一步會提升 你就會超越 你會覺得有什麼不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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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會無所謂 這樣的時候 你會經常都會在一種喜樂 有信心、正面的狀態 這樣你的生命就處理好 你的發揮就會很大很大 譬如我講的信息 從哪裡來呢 就是沒有很多處理生命 從我的經驗那裡 我處理過很多次 所以我處理習慣了 所以我每一樣的主題 我教導的時候 我都會有很實際的例子 所以我教導的時候 人們會覺得實際 當你這樣做到的時候 你都會人家 你教導人的時候 人會覺得實際 這樣你的生命就會提升 你教導的時候 就會一直提升 這裡 將來我盼望你們興起 將來比我更大 影響力更大 將來你們出去 一邊帶領聚會 一邊祝福很多人 你的提升權越大 那你就想回現在 現在可能你說 都是做個小卒的 去不了很盡的 但其實你可以告訴自己 只要我願意處理生命 有神的同序 有什麼難助都沒有呢 有神的生命就可以插戰線 處理生命就可以拿走電阻 就是阻力的東西 就拿走電流 那電流就來到 這個就是心態 除了難了聖年因果 就是難了我們和人的關係 因為人們一跟我聊天 就會發現我們的生命 如果我們的生命 很容易就生氣 那些表情可以看到 你看一個人可以看到 有些人說我沒有什麼 我沒有什麼 我好喜樂 但當我講話的時候 她很容易生氣 你就知道她不是好喜樂 一個講信息的人也是 她生氣 你會看到的 我很久之前 我太太曾經告訴我 她說 你知不知道你今天講得到 正面 當時是翻譯的 因為翻譯 就沒有 也有時 好像 身不由己 很想去影響他們 影響不到 於是就會有這種壓力狀態 但現在我是什麼狀態呢 神有這麼多祝福 我們大家輕輕鬆 放下了重答 天天依靠神 天天都搞定 所以我講到是享受的 是一路歡喜的 是輕鬆的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那就是 其實那些難左 我可以這樣說 有大有小 你的難左 是絕對 比較很多人來說 比較的人是大 不過比較很多人來說是小 即是有些人 她們的丈夫 經常罵她 經常對她不好 肯定是大 因為你始終的事情 都在你的負責之下 如果我們有一個情緒的問題 已經有這種習慣 那我就會 即是我也會知道是困難的 但我就會說 總可以一步步提升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 情緒的習慣 即是我都曾經 有幾年 就不是去到 即是不是去到 憂鬱那種情況 但因為同工 她很多時候說這個話 我還記得那時 即是那時我在外國 我就很想回來香港 我 即是經常都在一種壓力之下 我回到香港 我還記得那天坐在地鐵 很開心 啊 現在去香港了 但一想 十日之後要回去 我立刻的心很重 即是我在這種狀態之下 那時候我就不斷拔著神 即是有幾年就是這種壓力 還有令我有時會有一種懼怕 會怕做得不好 這種情況 但我又如何處理呢 總之你每天 你總是侵一些正面的下去 總有出路的 總會好些的 我不用受影響的 其實她看不到我 她踩味 即是踩貓味當然會痛 你踩衫味沒有所謂 踩到我 踩衫味 不要緊 她不會真的傷到我 就算有些傷到我 我不介意 就不要緊 我們自己不要給自己一個 好似一個藉口 說我是有情緒病 所以我就很難處理到 即是告訴自己 我是可以勝過的 即是不要給自己一個藉口 我可以得力 你又不要給自己壓力 但你說我可以一步一步 越來越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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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時候 心就會越來越不足 老師 我們試動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會 要衡量我們自己 準備得很不好 譬如我們負責周會 或者要去做組長 帶你一些婦女 有時候我們 很多的準備 有時候聲明 或者當時的環境 未必可以容得足 有時候對自己的期望 有時候預備了 突然說 哇 人那麼少 為什麼他們不投入 會令自己好像 那個形勢 好像受壓力 會令自己不開心 但是當我們去讀 我自己去學 聽心得性的時候 我發覺現在去做服事的時候 沒有了一個很常規 即是一個方程式 就是說要這樣做 到時候他們少了 不如我們還是唱詩 或者輕鬆地去處理 有時候我覺得好像反路頑童 那種敬拜 令到那些組員會覺得 現在你好像這麼輕散的 沒有壓力 不是一定回來查經的嗎 你現在敬拜這麼開心 很好玩 我試過快樂人 跳了十五分鐘 我也覺得很開心 但是我相對 比自己覺得 在自動裏面 看重的東西 好像不同了 是的 在處理上 自己的情緒裏面 有時候會覺得 做得未必好 以前我會這樣想 都做不到 或者人家這麼少 很明白他的難處 但是有時候 調節自己做領袖的時候 會不開心 但是現在會覺得 原來他有什麼事 就會問候多 或者 不要緊 今次回不了 下一次 我發覺原來 在事工裏面 如果我的著眼點 或者在人的事工上面 是一個關係 或者甚至去看重 那個人 是享受喜樂的時候 是好得無比的 是的 謝謝你的分享 你可以在我們最後一時 分享你剛剛所說的說話 這就是一個改變 就是我們不用一定 給自己一個緊了的要求 我們就是活著神的愛中 享受神的愛 將遠神的愛和喜樂 自然神就會做功 有時候 有時候 你投入的敬拜 享受神的敬拜 那些人會不會改變 或者解釋聖經的時候 你可能預備 很工整 一二三四五 這樣講完五點 你好像講完 我才做得好 或者預備得夠好才夠好 但是有時候 可能你講不到五點 講到兩點 但是你說的時候 很活潑 很有生命 那些人聽完之後 覺得很受用 這就是信息的那種力量 信息的力量 不是在於你很工整 說到一些很邏輯性的事情 當然我也應該追求邏輯的 但是你說的時候 那些人感受到你很開心 感受到你很有力量 很有信心 那些人聽完 就會有力量 譬如我現在講信息 都是在這樣的狀態 其實我聽到你只是說話 都是在這樣的狀態 那就是神會有慕 提醒你 但是我比較起初 做牧師的時候 真的很不同 在我經歷四年充滿之前 其實我都是很多時候講 都會有種好像 我要講齊這些事情 就是用言語 而裡面自己有些急 有些懵有些要求 那時候 那些人的提升是不大的 但是現在在這種狀態 那個提升就大了 所以我們要在這種狀態 就要說 除了事奉的事情 我們都要對日常生活的事情 日常的細節 工人的表現 我們的伴侶的表現 所有人的表現 都會覺得這些有什麼所謂 這樣的時候 你才能夠在這種自由的狀態 如果不是 經常都是一種 你今天又沒有做什麼 昨天說了叫你執事 今天又是沒有執事 拜完又是這樣 執來執 總是忘記執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會執著於這些事情 因為神都想我們 是住在神那裡 就不要住在地上的事 住在天上的事 這樣做人 就永遠不會失望 因為住在世上的事 總會失望 世上的事 是充滿失望 住在世上 總會失望 另外就是 我們去親認神 和我們處理生命 未必一定掛勾 除非你將兩天掛勾 我 我 意思是什麼 例如你每天都讚美神 我又講一個例子 例子 例子是怎樣 有些在聖靈恩糕中運作的人 聖靈恩糕很強 但到了聚會的時候 比如說 我要求 你要預備好 到時沒有要求 有些恩糕的服製者 就會生氣 即是他 將他的聖靈恩糕 和他的主理生命 沒有掛勾 我們要 即是說 你今個禮拜 你提升是很好的 但你開始要掛勾 即是說 當我在這種喜樂狀態 我就保持這個喜樂狀態 我一留意到自己 有什麼負面 就立即處理 其實我多謝你提出 因為其實 很多人都會有這種情況 就未必跟你一樣的例子 但都會 哇 很經歷神 很親近神 有很大的更新改變 但怎樣知道 在日常生活又沒有處理到 就是因為 沒有將它掛勾 沒有刻意地處理 當你經常都在這種狀態 的時候 你就能夠 你的經歷 就進入你的生命裡面 這是需要刻意的 但首先你有這個經歷 你才能夠去處理 有一個經歷 你要逐步逐步 一步步的提升 其實 進步了就是你經歷 親近神 再進步的就是你處理 這件事也是 的而且確 同樣在我身上也會有的 在我經歷四年充滿的時候 也都 有試過為一些東西 吞 不開心 我 有時都會被它影響 吞 或者心臉 急了 但是 我現在就盡量 一留意到 我現在又有些吞 有些不開心 立即處理 讓我立即回到 其樂的狀態 這就是 我想鼓勵大家 整天都 無所謂的 不要緊要的 不死得的 問題不會那麼嚴重的 這樣看 這樣的時候 那個字 我情緒病都會走 所有影響都會走 為什麼呢 情緒病就是來源於 我們覺得那些事情很重要 所以受影響 我希望大家都刻意地去處理 整天是否一個充滿信心 有喜樂 有力量 有盼望 可以為神做大事 這種心態 這樣的時候 你就可以一步步提升 我希望大家都 你所經歷的 不是僅僅停留在經歷 而是活出來 其實這個禮拜我會來這裡講到 牧師就想我講到 經歷聖靈充滿之後 如何去更生和突破 但我將它轉迷 如何更生和用出來 就是很多人沒有用出來 所以變成經歷還經歷 而沒有真的用出來 MING PAO CANADA